杯聲滾一吹黑糖 蓮藕 珍珠鮮奶茶 人氣超行 來到鹽城區奶茶一條街新樂街 遊客手中標配就是一杯奶茶 因為四月三十是國際珍奶日 不少人特地來朝聖 不是國際珍珠奶茶日嗎 想說來應勤喝一下 因為珍珠奶茶街就是在這裡 知道今天是市長講的那個珍珠奶茶 我本來就要買了 我有看到這個活動 新樂街短短五百五十米 超過十家奶茶店 奶茶一條街名聲響亮 高雄市長陳其邁也在臉書 點名推薦77年老字號鄉民茶行 除了飲品還愛吃茶味濃的雙麒麟 貼文一PO遊客跑來打卡 因為看到麥麥他有推薦 對啊 所以就特別我們 就是母親姐來這邊聚餐有沒有 就順便來這邊買 今天特別繞了一下 反正市長再講了就來吧 今天是我同學傳給我 我才知道有這麼一件事情 比平常假日客人會再多一點 雙麒麟主要都是做茶葉的口味 不只推薦鄉民茶行高人氣 還有全台唯一藕家蓮藕珍珠也被點名 珍珠要煮多久 我們大概要煮一個半小時 而且一次只能煮十五杯左右而已 所以一天可能都要煮十幾次 比平常的假日還更多一點 大概多三成左右 財政不統計高雄飲料店數是六度之冠 新樂街奶茶天堂 有堪稱高雄奶茶十足的華達奶茶 還有偷喝松意等等 從老字號到創新店都有 國際珍奶日也再度掀起港都的奶茶旋風 三列新聞連貫至五灰山高雄報導